Yo各位小伙伴你们好 我是入江神山 你们帅气逼人的闪哥哥 欢迎收看老闪带来的 塞尔达传说 王国之类的游戏实况解说 今天呢我们带来的是 第七期的内容 七期 好了 上期视频呢 我们是接到两个任务 一个是探寻弟弟 另外一个呢就是 呃什么来着 四个地区的异变 诶有风潮 这个距离果然远了一点 应该配合那个 蝙蝠翅膀 这个蜜蜂不会注意到我吧 我让他们过来了 算了算了 我们捡起来就脚底抹油 还有我刚刚射出去的剑 哦好 抽抽焦吗 我果然是抽抽 抽抽不是很大耶 鼓励掉的 东西不会很多 好嘞 抽抽一来 那个蜜蜂就飞走了耶 前面这个瘴气弥漫的任务 就是我们弟弟 探索弟弟人 给弟弟人拍照的任务 闪耀果 闪耀果 就那样吧 我感觉不是很好用 我们先把这边的神庙开一下 这个神庙呢 就是在那个弟弟旁边的 好 我先激活一下 一般神庙胎的任务内容呢 就和你即将要接触的东西有关 是不是用滑翔伞什么之类的 桥穿迷墙 依旧是那个 揪集手的训练 他这个 要想办法到对面去 这边有梯子 但对面没有 这里呢 有一个类似桥的装置 但是你从门里拿不出来 只能通过 墙上那个缝隙穿过去 这个X型还是比较好穿的 对准 插进去 插进去 再插进去 放手 好嘞 感觉每次林克用揪集手的时候呢 他的力气都会变得力大无穷 好像这个时候 已经没有重力的限制了 调整一下 不行不行 还是要把它弄正一点 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你们觉得我踩 他看着其实很好操作 但是拿到手柄的话 还是需要那种多次调整 好 放下来搭到对面 带一点跑酷技巧 嘿 没想到吧 我也滑翔伞 可以 穿过第一个关卡 下面呢 是第二个 让我们来观察一下这边的地形 上面呢 有一个宝箱 这边呢 是有一个 大的装置 那顶上面 那个小小的 窗口的样子 哎 算了 我还从里面绕进去吧 就这里 就是我们 老鲁和索尼亚的位置 好 先把这个 穿进去 他这个角度呢 还是相对比较好穿的 抬高一点点 然后调整一下位置 好的 放下来一点点 怼出去 怼出去之后呢 我们直接右转 把他怼在这个位置 无所谓了 差不多就行了 好 碰上 再来一个 通天数 让我看看这个宝箱里有什么好东西 领克就是厉害呀 当他跨越 跟他身高一样高的 台阶的时候 他的腿就会变得特别长 一步就跨上了 跟他身高一样高的台阶 厉害厉害厉害 好 这两个 装置我们还不可以扔 我们要把它想办法通过这个地方 它这个地方呢 只有一个 一个角度可以进去 就是 一定要就是 上面尖尖 下面尖尖 一边尖尖对上面 一边尖尖对下面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就是想给大家演示一下 真的只有一个角度可以进去 好 差不多就这样子 把它放进去 好嘞 我们还是需要通过门进去 问题不大 然后再调整新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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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看起来还是需要用通天树类 放下去 没有切成通天树 反正这个系列有了这个四个技能之后呢 真的解密的玩法反而变得很简单 创造的玩法我到现在还玩得不怎么多呢 现在我们已经收集到三个祝福之光了 本期视频呢 可能肯定能兑换一个星星或者耐力纸 我想先选耐力吧 这个人呢 他说他好难受 是因为他被瘴气轻视了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还记不记得 在这一座刚开始的时候呢 林克和赛尔达他们就为了调查 被瘴气轻视了身体不舒服的人类 进入的那个城堡里面 好 这个也是调查队的议员 他的队友都已经在下面了 就提示我们可以下去 信仰之月 下去的方式呢 其实你只要有几次 用这个滑脚伞 微微的调整位置就行了 旁边好像有新兴点点萤火的样子 好 就这样下来了 他们的装置是热气球 有很多物资在这里 佐纳乌调查队 洛贝利已经先过来了 就说我们需要亮光花的种子 他这边给我们看了一下 这个洛贝利的行进轨迹 只要顺着这个光亮走得好了 实际上呢 其实我有那个种子的 然后他来教你怎么样使用那个 那个种子 就是开着这个小花花的碗一把 落在地上就像这样子 然后塞尔达他们耳朵上装的耳饰 好像也是亮光花 可以剪一剪 暗影火虫 就是可以做那种光亮药 就有点像闪耀果的东西 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亮光花 一个根 可以用手把它调查一下 老鲁的手这么好用的吗 当这个光亮往下走的时候 都产生了一圈一圈的涟漪 有点像那个日本枯山水的感觉 旁边长出了蕨类食物 蕨类植物 然后灵克所在的位置变成那种细小的沙石 还有那种涟漪的圈圈 这个破魔之花的根 破魔之根 反正就是它这个巨大的根呢 可以提供一定范围的照明 并且如果你的身体受到 胀时的胀气的轻视 就失去了小心 并且无法恢复的话 只要解锁了这个破魔之根 它就会清掉你的胀气 并且毁满你的体力 好继续看一下 其实因为地底太暗了 会比较不好找 我们只要顺着这里 点点沟火的轨迹走 这可以找到落贝利 它这个萤火虫 刷了一下就散开了 暗萤火虫 笔记可以调查一下 提到亮光花和胀气 落贝利 落贝利 老baby 哇觉得好像很顺口的样子耶 好了 我们继续往西边的这个根 这个位置走 我记得我第一次 过来的时候 来个亮光花 可以捡一捡 这个地底是炸弹花的好地方 捡炸弹花好地方 真的很多根的周围 它就会有一圈的炸弹花 我第一次来 地底真的是找落贝利 找了很久 我也不知道我转了转了 转到哪里去了 因为它实在是黑区区的 就很难找 这边有个萤火虫 还有一个烟雾蘑菇 散了不要那个虫虫 照亮吧 我刚刚好像是不是有什么重点信息没说 散了 反正弟弟我们会经常来的 还有一个就是开蓝图的东西 这是我们的究极手 本来你拼东西不是要一个一个拼吗 但是你有蓝图之后呢 你就可能刷一下把东西制造完 虽然这个功能呢 也是在弟弟解锁的 但是我的计划是放到后面再做了 好 第二段地图已经开启了 那个老baby呢 他就在前面 跟他两个五毛钱的弟弟人 这个发光的树根 怎么可以亮出这样柔和的光 就是这个灯 这个根亮起来之后呢 他就会把周围的瘴气驱散一些 驱散完之后呢 就会让这些人觉得 可能像地表一样比较舒服 氧气充裕的样子 照相机 这个时候呢 这个老baby就帮我们解锁了 这个照相机的功能 还有图件 好的 相机功能 你看我们现在还有一个空空的位置 那个空空的位置应该就是蓝图了 生物92个 你要想拍都可以拍完 给这个弟弟人拍照 这边有好几个弟弟人 你都可以拍 我们拍这个离我们比较近的吧 不想跑过去移动机位了 随手拍一张吧 我只要把人够在中间就行了 但是如果 如果 摄影这么拍我的话 我会气死的 好了 给这个Lobelie看看 我们刚刚拍的弟弟人的照片 这哪里beautiful了 Lobelie说他要继续回去 完成他的研究了 就把我们丢在这里 不过也无所谓 他这个弟弟呢 是连在一起的 地面上有好几个 那个洞窟 可以下来 我们就先不继续探索了 回到监视堡垒 那个鸟望台的位置 这波任务交完之后呢 我们就要去调查 四处的异变了 我们要去特里存 利特存 反正就是鸟村啦 阿巴阿巴 鸟望台 这边好像 白结爆射的一只鸟 首位发射之人 我的名字 你还不知道吗 既然你诚心诚意地发问了 那我就大发 此辈子告诉你 我就是领克啦 他是白结爆射的人 过来收集 素材 而且呢 他就好像一直很看好领克 感觉这些鸟 好像都是艺人 好了 交一下任务 老贝比和他看好的 这个研究员 是他的孙女吗 都在这里 让我们掏出 刚刚拍的那张 地底人的照片 感觉研究 还是要去实地考察 看照片很多细节 都看不出来耶 尤其是遇到像我这样的 随手拍照的人 他要给我什么谢礼嘞 发现的 佐纳尼雾母 背包也有一大堆啦 反正一般就是 给的东西都这样都这样啦 好了 拍照的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 现在呢 我们就要去 利特村 就那个鸟村 之前呢 不是飞着飞着飞着 在那个丘陵地区 解锁了一个 呃 一个就是 就是鸟望台嘛 因为他离这里比较近 所以我们就飞过去 领克又变成了光束呢 好嘞 再发射一次 呃 所以说嘛 新手因为不熟悉地图 他会需要花点时间 哎 我们先去拿个滑翔符 看一下哦 我现在呢 因为就是这个 呃 右下角的地图已经锁定了 我们往左下角的这个空岛上飞 就大概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我们可以去开一个 神庙 但这个神庙 需要先激活一下 啊 哪里不足啊 没事没事 不疼不疼 就空岛上面呢 会有很多向阳草 向阳草呢 是个好东西 这个游戏里面 只要挂着向阳的名字 都是好东西 它可以做成向阳料理 就非常有利于我们探索弟弟 但是老油条的话 其实不要 不要这个 向阳的东西也还好了啦 飙飙 激活这个呢 就会有一个 勇气之震的任务猫出来 它会先给你试试水 就它会出现一些 绿色线条变成的圈圈 你就可以往上面跳的好了 勇气之导 我们在这里是可以拿一个滑翔浮灯 走一直落下去 你可以加速 或者调整位置 它前面会有一个就像小流星一样的东西 提示你大概什么方向 大叉不叉的落进去 这个就会稍微有点偏 我们可以用滑翔伞 稍微调整一下位置 好 应该这是最后一个了 落在水里之后呢 这个空岛上的神庙就会出来 它这些神庙的名字都比较复杂 如果我能 等会我能读得出来 我们就读下了名字 读不出来就拉抖 激活 这个石头 明明外面看起来就这么小 它内部空间怎么会这么大嘞 好嘞 先和这边的管家模像对话一下 这个是训练 从空中跃入池水的 一个训练场所了 是一个造作踊跃仪式的东西 这个仪式呢 是给就是佐纳乌人 的一个成人仪式吧 就从天上通过这些圆环 在规定的时间跳入池里 它就会给一些特定的服饰 我们可以参加一下 但参加的时候呢 是需要提供佐纳尼乌姆的 这个东西我要多少 有多少你就拿去吧 给你 35秒以内 所以我们刚刚的任务又需要重新再过一次 基本上35秒以内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就不用特别刻意的加速都无所谓 那如果你想提高就是 越过这些圆环的速度 你可以背一个板 就大概每次你要飘多少 然后你就可以全程使用加速 不是更多的使用滑翔伞 这样呢就能以更快的速度通过这些圆环 好这次用23秒 将近24秒的样子 好嘞 23秒96 给了我们一个滑翔景深服 就是我们可以刷新一下最高纪录 不知道会给什么 先不做了吧 我都跳两次了 不想再跳第三次了 就这套衣服 换个锤子 里面东西收集一下呢 我们就把那个圣词也接收一下 算了算了 你们放弃我吧 我真的圣死和神妙 我真的会乱叫哎 好了啦好了啦 扭蛋机 他每个扭蛋机产出的东西都不太一样 给他来几个 魔像角 反正魔像角一般武作用来和装备 增加一点点属性 但这种魔像队长的角又增加不了太多 我又想到我之前干的事了 下次再跟你们说吧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抽力的能力 这边有些热气球什么的 赶紧的 赶紧把这个神妙 塔乌恩喜哦 肯定这个是什么 什么语言音译 有含义的一句话 甚至可能是根据每一个神庙 它的测试内容来命名的 这个对我来说就撒下水毛毛雨了 我们还可以借助旁边的 那个向上气流 来争取零刻时间 没所谓没所谓 那一般像这种战斗技巧的 神庙里面呢 你只能用它指定的武器或者是道具 其他的攻击一概无效 我觉得这个游戏 它弓箭可能有特殊 经过调试吧 反正真的很好设计 打弱点 我的弓已经损坏了 好 这个小的过程过掉了 它会再召唤另外两个魔像 所以这一次呢 我们要一下射穿三个魔像 耐力差不多吧 差不多够 再起飞一下 哎 哎不合理呀 正常情况我 它不会表我这么准了啦 好了好了再来一遍 没卡的度 一 二 三 好嘞 扫打水 丢点东西给我 可以可以 这个战斗技巧的指导已经完成 我可以直接进去开宝箱和拿 哇 我又忘记了 那个东西造什么 勇气之震 不是 这是我刚刚做的任务 哎 我的狗脑子 天哪 我的狗脑子 找一个即将破掉的扔掉 换走纳尼乌姆 支剑 那个剑其实看着有点像法杖也 祝福之光 我想起来了 祝福之光 讨厌我玩游戏的时候 根本不会在意游戏 它具体的设定名称叫什么好吗 就像当年我还没有玩旷野之西的时候呢 我还是会被 会把林克造成塞尔达的 可以可以 我们可以去换东西了 回到这个空岛上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不是说本期的视频可以结束了 我是说我们差不多可以去那个 鸟村了 看到没有旁边有个哑哈哈 这个你就踩上去之后立即把它寄火掉 追一下 总觉得这个哑哈哈是脸长 眼睛稍微小的类型嘞 看到没有 那个鸟村的标志 就在这个方向 直接飞过去就好了 需要喝点那里药 它前面那个位置呢 也是有隔神秒 就顺道一起做掉就好 冰冷香草 就在这个海南的地方有时候会长这些东西 下面其实有个可以探索的东西 先不探了 飞过去 这个荆棘还是会扎人的 刚刚旁边是有一个高台 高台里面呢 高台的上面呢是个宝箱 但不着急 我们先把这个祝福之光拿掉 发射之物 就是火箭 火箭它会刷新 哇 其实我们有时候可以到这种火箭的刷新点 给我们的盾牌上面补充火箭 不管先来做这个任务 把它放到这个发射槽里 然后打它一下 反正我比较喜欢换这种小个的打 咚 咚 好 轻轻松松 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火箭给拿走 虽然使用交集手 速度也会 降一点 但是感觉抱着好像更慢一点吧 没所谓啦 把它固定在前面的这个矿车上 然后我们再上到矿车上面 呃啦 出发 总觉得很危险的样子 好 那个火箭及时熄火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 呃前往那个祝福之光的位置 你看这边有三个发射火箭的地方 其实呢两种方案 一种你只可以把它装在盾牌上 装在盾牌上 然后直接飞过去就好 要么就是 呃 就是用这个矿车 反正我是秉着 不用白不用 不用太可惜 我就先 装一个在我们的那个盾牌上 然后咱们再坐矿车上去 它有时候会涉及到就是稳定性的问题 你需要让它平衡一点 平衡归平衡 我们尾部再加一个助力 还好这个火箭不会爆炸 不然总觉得这个 这个是通往火葬场的矿车呢 起飞 它应该计算过的 基本上到某个位置的时候呢 它的火箭的那个就会消失掉 反正跳下去感觉好像保险一点 我们已经有五个祝福之光了 还是雪很大的样子 做火箭上去 顺手把这个宝箱开掉 反正这个游戏就是 有宝箱的位置 它会隐隐的给你一种感觉 你就觉得上面有东西 你上去之后呢 大概十有八九 依旧有东西 因为是高台嘛 所以我们去 鸟村很方便 但是别着急先去 我们先去白结报社 看起来很像一个马棚 白结报社这里呢 可以完成一些 关于塞尔达的调查 有个大爷在这打盹 他提到一个 海拉鲁松果球 就是海拉鲁松果球里面呢 有很多很多油脂 只要你加到这个火里之后呢 它火就会变得很大 变得很大 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它会产生向上气流 让我们可以轻松地 使用滑翔散 就是这只鸟 这只鸟像什么鸟 就那种嘴巴大大的 上吼家 真的很有点 有点像上吼家耶 应该有人分析过 这是什么鸟 这只鸟一直想骗我们 做调查记者 调查记者 这是能说的吗 我觉得现在 已经没有什么调查记者了 就是在老神闪 小时候还是小神闪的时候 经常有些记者呢 他们会坐卧底 去什么工厂啊 或者什么东西 调查事情的真相 但现在基本上 没有这种调查了 三叶主编 要跟我们思想 说一些什么事情 不方便配音听 普尔亚说 让三叶帮忙 关注一下 关于塞尔达的信息 需要各种线索 把他串联在一起 三叶就说 本来呢 是想把这个案子 给那个配音调查的 但是我们可以 和他组成搭档 三叶搬出来 一套好东西 挖戏 是不是有了 有了潜水的东西 其实是挖衣 他是想用这个东西 吊着我们啊 他又不会给我 好 打发佩恩 先去驿站调查东西了 你看你看 挖戏防具 并不给我 他是可以 增加攀爬能力的 但是配音好像 还不知道我们是林克 有点憨憨的感觉 好嘞 那继续前往特立村吧 木箭木箭木箭 苹果苹果 这带给木箭补充的地方 真的多了好多 我说是吧 还有那个木柴捆 回头呢 可以让那个大爷 多砍点木柴 我再过来进火 海拉鲁 球果 松果球 好嘞 用得上 反正记住 这个白结报社 回头 那个松果球 不够用的时候 可以过来捡 这边亮晶晶的 都有小水坑 好了 我们现在要继续去鸟村 鸟村的位置呢 就在这个前方 但是过不去 不能飞的人过不去 但是我们有松果球 一个就够了 召唤上升气流 飞过去 当然盾牌 带火箭也可以了 都行都行 开心就好 这个村子的 任务boss 就你打他的方式 从一开始就在 明里暗里的暗示你 好 我们继续 通过这几座吊桥 利特村这个雪 好像下得蛮大的样子 它那个村庄的形状 是盘旋而上 它那个最高处的位置呢 就又有点像鸟嘴 又有点像那种鸟的栖息木 火龙头 把这个烧掉 一般里面会有宝箱啊 冻肉之类的东西 反正有些好东西 我记得我还开出过怪 没有电池了 换个方式吧 搞个红宝石 我就一个红宝石吗 这不太够用呀 红宝石 它因为自己会带一些热量 所以一般 像那种寒冷的地方 背着取暖 或者是用来融化这种冰块 都很好用 看里面是什么东西 紫卢比 不错耶 不知道这个球果 松果球 现实世界中 能不能作为助燃剂 因为有时候会在山里 看到很多松果球 然后呢 我又不太会烧火 当然山里烧火不行的 那真的是一个很型的想法 我们现在呢 已经在村子的村口了 因为村口这里有个女神 像我们可以先把 祝福之光给换掉 你想要什么 我要精力 精力 精力容器 一个精力容器 只有四分之一的精力 我觉得两圈的精力 勉勉强强够用吧 少于两圈的精力 总觉得好像不得劲了 这期视频呢 我们再把几个 力特寸的牙给拿走吧 拿之前呢 先把这边的 神庙给解锁一下 这里有很多这趟啊 黄油什么的卖 有一些特殊的料理呢 还是蛮需要这些东西的 先从这边跳下去 下去之前 往右边转 没错呀 哈哈 我现在又有五个了 过来这边 一般像这种属性特别明显的 村庄旁边的神庙呢 它也会指向性很强 大概率是滑翔伞啊 或者气流之类的东西 看一下 乘风而行 我怀疑应该是什么 飞啊 羽毛呀 类似东西的 一种语言的音译 反正我在胡扯 前方呢 是有些激光 这些激光呢 就是我们要找一个 合适的位置飞过去 顺便换一个 强烈力一点的武器 因为前方呢 大概率会有怪的 好 停下 反正 时不时的 你可以收一下 滑翔伞调整一下位置 都没有太大问题 这个应该是要往下走 这个还好 这个你落在上面 因为没有荆棘什么的 问题都不大 然后我们再调整位置 落下去 这里的冰块 直接穿下去就好了 没什么太大问题 继续调整一下 看到下面有 魔像了吗 我们从高到低 一次往下 我的那个什么什么 不灵的 不灵的手臂 它很强的 好 一下子就干掉了 它还在想紧到 看一下 对侧上面有一个 然后它是有宝箱的 可惜打不成偷袭 哇 这个配合 滑翔伞的配合没有配合好 符合体力 因为只剩半格了不太安全 不然其实如果你心里有把握的话 也不太需要 反正做完神妙的任务 它会把你的血给毁满 不担心不担心 一下 可惜做了这些装备都拿不到 它会掉下去 强攻 接着呢 我们就要去 就是我们的血对面这里 有一个小门门的样子 飞进去 但是不要往下飞 往下飞是深渊 乘风而上 好嘞 因为这个神妙 它的通关顺序呢 是由上往下 按照大家的关心思维 可能觉得 就是最后的关卡在下面 其实它是卡在这个位置 新的祝福之光 再搞两个 我就又可以换一个 耐力容器了 那现在呢 继续去找我们这个 利特村的奇鱼雅哈哈 从村子上面往下走 会比较方便一点点 一次一次落下来 就把周围的雅哈都找掉 反正这个地方呢 你要是想的话 一个通天术 也会节省很多时间 它也没关系了 然后顺着这里 一直往上攀爬 这边呢 有一个防具店 可以买一些 鸟族特有的服饰 它还会防寒 像现在这个温度还可以 走基本上 不需要特别多的防寒措施 也是能 不会掉血的 刚刚好像听到了 小鸟角色疑惑的声音 继续往上爬 我们顺便把那个 主线任务稍微推一推 啊不是这边 它是 村子有时候会往外延伸 一点点的小平台 像这样子 利巴尔广场 这个广场好小的样子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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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是死了 我们已经是死了 那大小的雲 我们可以查一下 一人的余裕 有空 一人的余裕 嗯 もたもたしてたら 村が もしかして やっぱり リンク 秋莉 秋莉的声優 是不是个女孩子呀 我感觉好像女性的那种声音 还是蛮明显的 特巴 秋莉的爸爸和妈妈 之前在网上看到 一个视频有人说 秋莉特巴还有她妈妈叫什么 他们三个人的名字 就是日语里面的什么 鸡翅根鸡中翅还有什么翅球 那个东西就他们三个 加在一起是一个炸鸡翅 好啦好啦 我们来理一理 好像跟爸爸妈妈闹脾气的小朋友 秋莉呢 她想去调查暴风雪的原因 鸟族呢 从小就有一个鹅鸽 叫做天鸟船之鸽 好像是在这个村子的上方呢 有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船 但现在呢 受限于这个暴风雪啊 这种乱气流的影响 大家呢 既没有办法很轻松的看到 也没有办法轻易的飞上去 反正大家还是把那个调查的重点 放在这个乱气流这里 然后秋莉呢就说 我们要赶紧上去 反正就大概这样一个设定 像鸟族这边解释了一下 我们过来的原因 像大鸟们呢 都是去找食物了 村子里只有小朋友了 她告诉我们 大概是两堆篝火的位置 可以收集到一个寝道 山中小屋那里 不不不 我们先不过去 作为一个哑哈哈狂热爱好者 我们先去找其他的哑哈哈 这个村里呢 有四个哑哈哈 我们先用通田树 上到村子的顶段 不管怎么样 在某个地标的高处呢 一般都会有一个哑哈哈 这个应该就是那个 利特村往前伸上来 那个鸟嘴的位置 或者鸟蹲在上面的位置 有个地方没有血 把它搂起来 登登 果实增加一枚 然后呢我们就开始依次飞 注意我的位置啊 像这个有点凹下去的柱子飞 就是第一个哑哈的背后 实在不好意思 我在形容地点的时候 我就是个小趴菜 反正就是这个凹下去的地方 看到没有 两个雕像呢 被暴风雪一直覆盖着 我们需要把它这个屋顶 棚给搭起来 它有时候会有一些这种 较为奇怪的设定 如果不是熟悉游戏机制的人 可能只有那种路边电瓶车 倒了会浮的人 才会解锁这种哑哈哈吧 好了我们把它调整调整位置 差不多这个方向 但是你要把它卡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 它才能固定得住 因为我们前面这个地方 它那个 作为 瘦利点的木头端掉了嘛 多移动几下 差不多 总觉得这种哑哈哈和日本的 有一种人种的脸还长得蛮像的 我没有记住那个人种的名字 哎 记东西一向不可以 然后呢我们这个飞的方向呢 就是神庙的方向 上面那个地方 好像隐隐绰绰有什么东西 放到后面的视频再说 好 稍微调整一下角度哦 走一直飞一直飞到这里 它是有一个小风车一样的 一般这种就射气球 好 气球在这里 再去拿下一个 拿下一个之前呢 我刚飞的时候发现 这边好像有个冰块 看看冰块里是什么 感觉看它的阴影 有点像宝箱也 我就想这样举着 我不想挥 挥了损伤武器的那种 我做一个红宝石也 强强蛋白石 说这个蛋白石呢 好像蕴含着水的力量 好我们继续找下一个 大概呢就是你背对着这个宝箱 往这个位置飞 这个很好找一座孤零零的 立柱 感觉离立特村又来越远了呢 不这不重要 好了下一个 这样子立特村周围的 雅哈哈呢 应该都已经被我们发现完了 好了各位小伙伴 感谢大家的收看 本期的王国之类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楼闪想要大家一个小关注 谢谢啦 谢谢啦 再见